各位師兄好,又是我Kenny 希望未訂閱我的朋友,可以按一下訂閱,按一下小鈴鐺 提示大家一起研究一下小鈴鐺 廣告不太討厭的,可以按進去了解一下 給手指功,當作鼓勵一下 今天跟大家研究第八場賽事 3月1號的三班千二 新馬已經有兩隻 一隻連贏三場的十三小馬 也有雙病馬 有隻出雜不穩定的快樂歡騰 一整天流血的 有首飾大勝 幸好上場跑出來,休了一年 未拍楊飛,又停過下課 先講馬房 蘇偉賢是兩隻 出雜比較主動 其實兩隻都可以主動 第一選擇是快樂歡騰 還有後備保護權 幸好第二選擇 上次有個師兄跟我說 哎呀,買了輝王心 嚇到鼻孔都沒肉 真是鼻孔都沒肉 但是可以看看那場賽事 這場拿開 這隻輝王心 聰明導彈再出兩場都可以 跑完第二,後來贏馬 再第二,再贏馬 對啦 水準都不錯 但是呢,我又拿回兩場輝王心來看 一場是四班,一場是三班 四班 平海掌聲那些 其實不是遇到複日 已經連贏兩場 不過遇到複日 不能說 負六再出都OK 英明勇將,戰紅三千 那些都可以 鐵膽威龍 甚至乎 長勝補區都可以 大家可以分析一下 步速啦 第一場呢 一三三的時候 他守著下跑 他是 做一個時間出來 是不錯的 大家可以看看 這一場就是 一個無敵姿態 贏馬 贏成過幾馬位 第一段呢 他比上場快了 成九線 當天是尾一三三 在四班快九線 第二段再快一線 即快了一秒 末段呢 就慢回九線左右 即是 前面很快 很快 接著他就只是擠一段 他守著下個位 末段爆二十三秒三 其實都是有餘未盡的 但是上一場呢 就用一個嚇到人鼻孔都沒有肉的跑法 不知道巴道為什麼呢 特意在外面 撞了上去 可能步速因為慢 只有家應轉旗在前面走 他順勢走上去 慢的時候 走上去 慢了一線 再慢了一線 但是末段回來 以慢步速放在前面走 他仍然頂得住二十二秒四幾 二十二秒四幾 其實聰明導彈是虧了很多位 才輸給他 家應轉旗 和他一起在前繞 我想和大家看看他兩場怎樣跑 今天撿過十二檔 這一場呢 他一出出來 其實前面快 他又定了下去 勇敢神區 內蘭戰紅三千 外面澳遊千里 走上去 他又沒有給我馬 快的時候 他又定了下去 第五位 最後第七位 黃三粉紅帽 活力爆發 內蘭未知雙藍 其最後還有英明 勇將長勝寶區 尾四的位置 是平海掌聲 尾三鐵膽威龍 尾二聲夢帝角 暫時大墮效 不過這場是四班 其實庫六都追得很厲害 拉上馬房 內蘭第四位 炮子彈 中間第五位 灰黃心 白衣白帽 內蘭那邊 等級有戰紅三千 拿出去外面 就是這隻活力爆發 最後一層的馬 才見到外面追 還有平海掌聲 這隻馬 定住來跑一騎下去 很有反應 這隻馬 中檔位置就是灰黃心 平海掌聲 都是西里馬 但威脅不了他 最後一百米 暉黃心已經脫泳而出 打踏已經再贏這場馬 跑第二名的馬 是平海掌聲 但看回上一場 上了三級 他又怎麼跑 怎麼嚇到大家都被拱嘴 嘴巴道特意在外面 頂他出去 這隻馬 可能這隻步速比較慢 他又跟著一步 沿途在三疊走過去 看空了 這裏其實是否一隻馬自己流不到,自己撲了出去呢? 這裏是大件事,網空從頭帶回來和上場都不同跑化,上場有遮擋嘛 家應傳奇和他一起纏繞了很久 他連這張就當他沒跑過 那些反應完全不同了,這裏是真的捱的 剛才那場就真的騎下去彈出來 聰明導彈就洩很多位追上來 好了,兩場都看完了 那說一說神操先 1號的銅龍光彩保持功夫 2號徽黃十三少日碰過保持功夫 3號未拍楊飛 2月8號到5號就停過來 1月8號到2月5號 1月28號停過來 但田泰安有試過集的 積極的 1號成才是保持功夫 1號老表繩是新的 1號潘明輝、松化、田泰安都有試過集的 6號的大武士保持功夫 2號的愛逍遙新的 1號的愛逍遙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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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號是開心人身保持功夫 12號是首飾大勝,保持功夫 13號是快樂不便 10號原裝楊明倫,9號李敬國停賽變潘頓 10號原裝梁家俊,11號潘頓做到榜 119應該做到,他沒有騎,騎了盡黃昇 轉了何宅耀,12號李敬國停賽轉史卓鋒 13號蔡明紹原裝,14號潘明輝轉了黎海榮 換了配備之後有很穩定的演出 上場換了配備,長途可以放頭的銅龍光彩 上次換配備就放頭,不過是長路程 輝王心連續三場都配備,三場就贏了 兩場還是三場?三場 成彩一換配備之後,只要執內當,快活谷就交得準 大俠士,終於搞配備,留後,不放頭 這次就用放頭的配備,但那次入位的地是變化地 然後,開心人生,自從換了配備都很準 只有一場好像跑得差一點 接著快樂寬藤換了配備之後 只有一場就擺不到前面,其他全部都擺到前面 電子群星換了配備都是準 這場馬,我相信有大俠士,大俠士,加應鑽旗 這隻馬應該都會走賣一份吧? 快樂寬藤蘇惠賢出兩隻 上場很好彩彩,他撿過差檔 十二檔,很久沒有出的 但這隻馬就... 其實就不用像上次那麼厚的 上次是因應的檔位變成的 今天快樂寬藤,自從換了配備之後 之前出閘令呂見威蛇有問題 自從換了配備之後 只有一場出閘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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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出閘都是OK的 上場呢 上場來地可以不看 不看,不同性能 我覺得也有三幾隻馬在前面走 譬如同龍光彩不知道他走不走 上場在1650就可以走 1200就不知道 我預計有成材手下手下 大俠士一定是走的 除非他又定回來跑 但他又用放的配備 加應鑽旗又會放前一點 進亡星 我預計這隻快樂寬藤都會 我覺得這隻輝煌心 雖然是撿過12檔 真的差的 12檔真的要搏 但是呢 如果上次巴道 這樣走外跌回來 我想他不會再失手了吧 今天上場是前面慢 他被迫著頂去前面 今天如果不是慢的話 他坐下來跑 大家都記得他第一場 跟四班重磅 一三幾 是不是一三幾 一三幾 一三幾 一三三 那場他交過快時間 不但騎下去 還是有餘未盡的 看看他是否守住 來跑 我想巴道不會再燒鬆 又走了外跌 差點被人拖 但是這場馬 線路都不單純 有些密材 那些都是拿他來做膽 出三次 三次都是在 鬥志都是鮮明的 是個檔位差點 我第一隻要拖的 我拖回這隻 星班潘頓騎的開心人生 上場雖然是贏四班 但是一減就減了他 十磅 一減就減了他十磅 輝王心就加了他七磅 一減就減了他十磅 那我就拿回這隻開心人生 我覺得這隻馬 上場守住位置跑 雖然是一步不蝕 有個好球 但姿態是輕鬆的 這隻馬自從換了配備之後 自從今季換了配備之後 輸最遠那場才三個馬位 雖然是四班 但是其他都在 我覺得這隻馬應該可以挑戰一下 計時間 計個姿態 應該可以挑戰一下 另外再選一隻 我會選一隻好好彩彩 上次換了配備 換配備之前 就被競賽小鐘問他為何換配備 撿了個外檔 就不是用他的跑法 因為這隻馬在姚本輝的時候 都是守住好位也可以 追一下也可以 上次撿過十二檔 在快活谷 追上來 那場是快時間 當家猴王 破紀錄時間 跑第二隻叫跳出世界 跳出世界 還是跳出香港 忘記了 這隻馬今天 撿回他一檔 就算他定下來跑 就算他定下來跑 我想他換完配備 應該都想交一下表現 整個季都沒有出過賽 上季 另外我再選一隻 雖然他回來那場 變化地放得很快 然後回來是捱的 是真的捱的 那場是放得很快 就益了那隻英之星 但是他後面那些對手 閃耀榮光 以戰養戰 再跑千二都是可以的 我就愛上這一隻 但是那場是變化地 今天不是變化地 究竟是那場變化地 跑得特別好 還是那個配備特別好 因為他一爆完那場之後 就立即換配備 就定住跑了 總之就搞了配備一大輪 今天不是變化地 但是他的速度是快的 那我拖這隻大俠士 我這場個人心水 都是順了十三少 二號輝煌心做膽 拖十一號守著下跑的開心人生 拖十號上場在劣當中 也有追世的 好幸運 就二拖十一 十 然後一隻放在前面走的大俠士 一拖三 看看十三少這隻 能否克服到十二檔 那我的個人心水就這麼多 拜拜